OK 你要輸入你的到達地點嗎 還是我根據導航 Uber在台上路四年 成了許多民眾習慣搭乘的交通工具 但從1月6號開始 公路修正法上路 對Uber罰款加重 現在交通部更下重手 公路總局寄出處分書 從1月6號後 Uber已被取締超過48次 公路總局2號開出11張處分書 總計2億3千100萬 並勒令協業 第一件的話就是100萬 第二件的話是500萬 那第三件到第11件的話 都是2500萬 違反公路法的部分 就是我們行政處分的部分 第一時間就要告訴他 他未經公路法申請核准的 計車運輸業金 就是一定要熱定協業 不但寄出處分書給Uber 公路總局更同步行文 同時台北市商業處執法 現在打開Uber軟體 也發現叫車變難了 記者現在在內湖區 想要叫輛Uber 但打開地圖 卻是一輛車都沒有 將地圖挪到最熱鬧的信義區 也只有兩輛車 趕上路的駕駛變少了 就連信義區叫車也更困難 被勒令歇業 Uber稍未做出回應 只盼持續和政府相關部門 保持溝通 求生存 記者董優俊李逸玄台北報導